Good morning my dears 今天終於跟大家做這個 birthday present的unboxing 大家看到我後面 是不是很多橙色的袋子呢 其實我不是只有橙色東西的 我還有一些藍色 還有其他 我會逐一跟大家unbox 大部分的東西 我是未開過 我是未見過的 所以是 a real proper的unboxing 我今年收了不少禮物 我不會全部跟大家unbox 我只是選擇了一些比較特別的 或者大家沒有那麼常見的一些presence 因為我其實也收了很多其他很漂亮 我自己很喜歡的presence 但是如果我要全部跟大家unbox 跟大家說呢 這條video應該要 應該會最後一個小時 我怕會悶到你們 所以我也是想想想 我只是選擇一些比較有興趣的 pieces 跟大家說 那我今天呢 for this video 我就穿了我近期最喜歡 最喜歡的 我那邊的tops 這個knitwear呢 是非常非常美 是從Costarellos 那之前我買的時候 我都怕它會刺肉的 但是我完全沒有打底 但是也不怕 都很舒服 而且它的detail 真的 so lovely 我穿了大概4-5次了 since我獲得了這件tops 重要呢 你不要看它這裡 躲起來 透起來 它其實是很暖 非常保暖的 一件knitwear 完全不怕怎麼入風 或者現在的天氣還沒有很冷 我每次穿這件tops 都很熱 我現在已經有點熱熱了 anyways but it just looks so beautiful and I love it 好了 那我們 開始了 第一件 我就randomly 去拿完東西 我手拿到什麼 我就拿了 那我就開始了 在這個area先啦 那首先呢 我就收到 這個非常非常漂亮的present OK 第一個已經不是我的了 這個 這個 It's supposed to be my birthday present unboxing 變成Ariel 這個是Ariel 人家送給Ariel 不是送給我的 寫著Ariel的名字 Ariel Eleanor 是我的朋友 送給他 應該是放在袋子裡 一個name tag 這樣 人家認不出 如果我們去旅行 不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到旅行 但是 對了 當我們去到旅行的時候 如果他有他自己的迷你 luggage 小小的luggage 就可以掛在他的luggage那裡 做一個luggage的tag 好 先說回我的生日禮物 第一個 就是這個 包裝 非常漂亮 也很配合我後面的袋 因為他們有橙色絲帶 在這裡 那就是Atelier Cologne 的一個present 所以我們來開這個 一起開 好了 哇 這個盒子很美 我很喜歡一些很美的包裝 一開這個 一開這個 哇 非常美 超美 這個好像一個護照 這樣的物體 是什麼東西來的呢 它是不同介紹它們香水的味道 Atelier Cologne的香水我自己都非常喜歡 我是從來自己沒買過的 但是我都有去過它們的counter聞過它們的味道 它們是用essential oils 精油去提煉出它們的香水 我覺得是非常獨特 很特別 所以其實我都很喜歡它這個品牌 我有些朋友都用它們的香水 都說非常好 但是我自己就沒試過它的香水 我birthday staycation的時候 不是去了Four Seasons那裡stay的 我去Four Seasons的時候都已經接觸過它們的products 因為Four Seasons它裡面用的所有bath的products 它的洗頭水 護髮素 洗澡液 蕃茄等等 全部都是這個品牌的 Atelier Cologne 全部都是這個品牌的 我覺得 哇 我那時候洗澡的時候 洗頭的時候 一聞 我已經覺得 哇 非常香 我也都拿了回家 因為用不完 都拿了回家 當我去旅行一些很short trip的時候 我就可以帶它們 因為它們是sample妝 來的而已 很細細的 所以是方便攜帶 好 我的朋友就夾了這個 Personalized 是Personalized的香水給我 它有三種不同的味道 這裡還有一個很可愛的 這個我可以用來掛在我的門柄 我可以用來掛在聖誕的時候 聖誕的時候 因為這個也挺聖誕的 這個很shelsea 對啦 那這裡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到 那就寫著Brigitte 這裡寫著我的名字 然後這裡很搞笑 寫著hashtagBA 即是我Instagram 每一個post我都會 hashtagBrigitteMirale hashtagBA 我相信hashtagBrigitteMirale 應該太長了 所以它們就用我短的 因為兩個我都會用的 hashtagBrigitteMirale hashtagBA 我都會用的 這個就是hashtagBA 那下面這個就是我 那個寶貝女的名字 Ariel 我聞一下它們的味道 三種都不同的 這個味道 是超級香的 它就是套了 這個皮質的套 它就套了在這個小瓶 它每一支 是有多少mL呢 我是不看到的 在後面有沒有寫 是沒有的 but I'm going to find out 都不是很大支 總之小小支 又是方便攜帶 我看到了 是30ml 一支就是30ml 小小支 可以放在我的手袋 因為我的手袋 大家都知道 大部分都是小小高的 是迷你size的 所以我覺得 哇 完全fit到 是我基本上 所有的袋 裡面 但這個味道 是非常香 我也沒有看到 叫什麼名字 叫做Rose Anonym Rose Anonym 玫瑰花味 但它又不是很玫瑰 它是有玫瑰花在這裡 好香啊 那它這裡寫著 86% of它們的 ingredients 都是很天然的 86% of ingredients of natural origin 它們都是找一些 很天然的 一些ingredients 來 例如這一支 Cologne 那你聽它的名字 Cologne 你應該想 哇 應該會很持久 它們的香水 但是apparently 不是的 因為它用了很多 essential oil 即是精油 所以呢 哇 又在這裡裝修 希望大家 不嘔聽到 雖然也挺大聲 Anyways 對了 那 它就用了很多 essential oil 精油 所以它們就會 蒸發得比較快 就不會說 stay得太久 but it's okay 因為你都會有一個 after smell 在這裡 即是你噴完幾個小時後 其實你都會 還聞到淡淡的香味 那這一支 那這一支 Rose Anonym 跟著 我們還有 這一個 這一個是 他們的 最出名 signature 的味道 就是 orange sanguine 如果我沒有記錯 yes orange sanguine 又是很香的 噴一噴 噴一下 我自己也會 晚一點也會出外 噴 味道很好 真的好像 橙味 好像 剛剛切完 一個橙 然後 整個房間都是 橙味 噴 水卷 好香啊 這個很清新 非常清新的一個味道 都很喜歡 然後 最後 就是 就是 這一支 顏色 我很喜歡 這個綠色 很漂亮 它兩邊其實都有 東西刻著 那一邊就刻著 那個 你想 personalize 那個名字 然後第二邊 都有他們的 那個名字 就是 Adelieu 這個 不知道是什麼味道 呢 先 這個叫做 Lemon Island Lemon Island 嘩 嘩 嘩 好香啊 這一隻都 這隻手 嘩 嘩 好檸檬 嘩 沒有改錯名 非常檸檬 又是很清新 我的朋友選擇 的香味 都 很清新 這兩隻都 很新鮮 這一隻 就 sweet 這一隻 就有些flora的sweetness 在裡面 但是 顏色很美 I love it 應該有排用的 因為我會放在我的手袋裡面 我想著每一個手袋 就是 我最常用的 三個手袋 我就會 放它們在裡面 那我需要 top up 那些 perfumes 的時候 我就top up 大家都知道 我不是很加以 mix香水 in fact 我是經常都會 特地 是特地去 mix香水 就是我 分分鐘會 mix 這兩隻 我覺得這兩隻都很配 我可以 我會噴一下這個 一下這個 或者兩下這個 兩下這個 or even trial and error 去試 mix不同的香水 就會 散發出 一種比較 獨特一點 屬於你自己的 香味 so thank you 這一份 就是 第一份 price bag 還有些 扔了一些 繩子 進去 雖然我不知道 什麼 anyways 嘩 袋子 那個顏色 真的很漂亮 so nice 好了 第二樣 我收到的present 呢 OK 我要拿個電話 等我一會 OK 對了 那呢 我收到的第二份present 也是我今年收到的第一份 我十月一號 我記得 我十月一號 的時候已經收到 這一份禮物了 那大家會覺得 什麼東西來的呢 那其實呢 它是 撞花 開給大家看一下 英文是 Saffron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自己也不太清楚 但是我朋友就說 完全是 適合我 因為我前一陣子 都有跟他在那裡 說我有些 症狀了 有些不太舒服 然後有點累 還有些什麼 有些什麼 有些發炎啊 等等 那它呢 超好 就特意去 買了這一 pack 的撞花給我 因為撞花 好老實說 是不便宜的 你們看到它一絲絲 一絲絲 其實你每一次喝的時候 你是要泡的 沖水泡 好 大概 拿4-8條 就已經 OK 所以 有時間喝的 但是 那個價格呢 我自己不知道 因為我以前是沒有喝過的 但是 最近我才知道 哦 原來 是一點都不便宜的 是一個比較 precious的 ingredient來的 雖然有些人拿來煮 吃飯 因為它還要是野生 是 正是這一盒 是四位數字 我自己都不知道多少錢 總之是四位數字 不太貴 那它有什麼好處呢 我讀一讀給大家聽 因為我都不太清楚 它放在哪裏呢 在這裡 我這個教我怎樣喝 OK 功效 有什麼功效呢 那 我先看看 那 那 我那些中文比較差 我大概 read到多少就得多少 那 它呢 就會激活我們的血 然後 就通經 落 量血解毒 即是解我們身體裏面的毒 消炎 止痛 對 因為之前我有跟它說 我有點熱 我跟它說 我有點發炎 所以 它就說 這個 壯紅花 就非常適合你了 而且 它說它以前 長期都 手腳冰冷 因為我們女士 很多時候都 手腳冰冷 大部分的女士 都是手腳冰冷 我也是 那 它就說 它自己也是 但是喝了壯紅花之後 就完全 不覺得 手腳冰冷 那 我昨天都喝完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原因 其實我今天 呼 覺得很熱 我已經開了冷氣 已經開了冷氣 也有點熱 那它就 對 消炎止痛 提高個人的免疫能力 這個非常非常之重要 因為我們都市人 其實我們的免疫系統 是一般的 我們不吃東西 什麼都吃 有很多油膩的東西 然後 有煙 有酒 甚至於我不多年不吃煙 很多 我的朋友 很多都市人 都吃煙 喝酒 所以 其實它是非常之好 可以幫我們 提高我們的免疫能力 還要幫我們排毒 所以我覺得 都非常之不錯 然後 可以排毒尾眼 促進睡眠 這個 它也不停跟我說 幫助睡眠 因為有時候 我個人 不知道是不是太多事情想 很多事情要計劃 很多事情去想 所以我的睡眠質素 一向都不一般 不是說十分好的 它就說 這個可以幫助我的睡眠 還有提高精力之功效 提高精力 令我們更活躍 不要那個人 經常這麼累 對女性 養血 活血 具有良好的功效 It's always good 幫我們 保持著血 養血 因為 很多時候 女性 尤其是生完BB 之前我們 失去很多血 它會幫我們補充 血 然後也會幫助 降低膽固醇 促進脂肪的代謝 哇 總而言之好像鮮丹一樣 很誇張 是不是真的 Anyways 我都會 繼續去喝 但是 大家要注意 如果你每個月 來幾天 就不可以喝了 因為它會促進 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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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血液的循環 所以如果你 已經 流失了血 那就 不要喝它了 不然會流得更加多血 but It's a very good present 也挺香的 嗯 挺香的 I like it 有排感 它一次只用 4-8條 我也是剛剛才開始喝 因為前一段時間 我又在喝其他東西 在喝一些 海馬 海馬湯 所以我免得 又喝海馬湯 又喝它 我也是昨天才開始 第一天 喝它 but I will keep drinking it Until 我 不可以喝的時候 我就不會喝了 但是 除此 我會儘量 日日 喝一喝 看看 是否會幫助到我的身體 好了 第三樣 第三個 就是 這個 La Mer 的 好像適合用它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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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皮膚 我朋友 就知道我用 La Mer 他就 買了這個 Moisturizing cream for my present 我今年的present 其實 我房間 我的bathroom 都還有一瓶 我是未用完 但是我 在想 用不用它 就是 是否保持著用它 因為我心裡 有用它的 我心裡用它 我覺得它好像 令我的皮膚 比較泛紅 一點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是很敏感的皮膚 但是我對它 我又不覺得是敏感 就是我不覺得我對它有過敏的情況 但是 對 我會泛紅一點 就是我會紅一點 臉 我不用它那一陣子 臉是OK的 但是它又有一件事 我很喜歡 就是它很滋潤 它真的令到我的皮膚 很 很 hydrated 很舒服 很滑 我塗完之後 我就覺得 啊 好像很 plump up 我的皮膚 所以我跟它 的關係 是 我自己也不知道 到天的時候 我用它 是絕對 沒有問題的 就是 當 天氣 下降到十多度的時候 我用它 就完全沒有問題 但是 當我夏天 秋天 現在秋天 那種味道是很涼 很冷 所以我用它 我都覺得 有一點 繁紅 會令到那塊臉 所以 我不太確定 這個產品 是不是真的 那麼適合我 我知道 很多朋友都很喜歡這個產品 有其他地方就比較乾 有一個混合型的皮膚 所以 I'm not sure 我 對不對 這個產品 但仍然 謝謝你 因為 這個產品 非常之 好的產品 謝謝 好了 接下來 這個 我喜歡 這個 超級 正 我想買了很久很久的 就是這個 Marshall 的 藍牙 speaker 就是放在家裡的 因為 其實 開始 我搬了進來這裡 一年 對 差不多一年 沒什麼guests 真的不是很多guests過來 除了我一些特別的日子 就是Christmas Party 我每一年都會 hold的 Christmas Party 每一年 聖誕的時候 因為我實在太喜歡聖誕了 所以 聖誕的時候 會有一群人 上年有四十多人 來我家吃飯 和聊天 喝東西等等 那 除了Christmas Ariel Birthday Ariel的生日 他兩歲生日 都在其中開Party 對 這些大事大節 比較多人來之外 一般來說 我都是 很少量的人來吃飯 例如2至4個 最多 但是 接下來 我就intent to 叫多些朋友上來 開心一下 聊天 喝東西 不一定吃飯的 有時候 上來聊天 喝杯 因為其實我也不少酒 之前也有跟大家說 但我不是一個 經常喝酒的人 或者十分喜歡喝酒的人 老實說 所以 我也很想 我的朋友多些上來 幫我喝酒 因為他愈多愈多 我快沒有胃敗了 真的愈多愈多 所以 我也會叫多些朋友上來 上來的時候 當然要製造一些 好一點的氣氛 所以 這個 聲音 將會是 很 useful 我打算放在廳 不知道放在哪個位置 可能在電視的櫃 那裡 somewhere Anyways 我還未確定 但是 他會放在廳 那裡 讓我的朋友 或者我家人 過來吃飯的時候 可以一邊開著 一邊喝東西 聊天 那他 是有分三個尺寸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他是有分三個尺寸的 那這個 是中尺寸的 他有一個 小的 大概 這麼小 四方形 然後 有個手環 可以通宿拿的 我覺得都 挺 正直 Mini 很小小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Mini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家人 因為我的廳 不是說 十分小 那我也想買一個 大一點的 speaker 那這個 就是我 買給自己的 present for this year 它是藍牙 我想開給大家看 這個 貼紙 貼的 有些 有些 手 試試開給大家看 看看 它這個是 Bluetooth 因為其實我 對這些 Gadget 不是說 十分之厲害 不是說 全部 最新的iPhone 我一定要要 最新的 不知道什麼 一定要要我 我都不是的 但是這個 其實我 喜歡了很久 這個 我覺得 很漂亮 很有 整個感覺 我想 穿了很久 Oh my goodness 這樣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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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完成 讓大家看看 那個 寶貝 好美 好美 真的很美 而且它是玫瑰金色 黑加玫瑰金 大家都知道 我多喜歡 這兩種顏色 混合 好美 完全 完美 完全完美 我的家 不怕太大 因為大的話 我又覺得 太大了 這個尺寸就完全 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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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美 完美 然後它上面 就可以膠 因為太過 hi-tech 那些 它們有些 又不知道 找你的手機 或者又不知道 很簡單 就可以 turn up 玫瑰金 我又不是十分喜歡 我喜歡 有些東西 保持手 自己 用手 開 關 散 然後去 增加 它有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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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低音 和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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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藍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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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開始 我隨便 收到這份禮物 這份禮物 我還沒拆過 挺輕輕的 我不知道是甚麼 我朋友也沒有說是甚麼 所以我們現在就一起去 開 這個盒子 的確挺小的 小小的 禮物 大家猜猜是甚麼 我自己 我猜是 這個尺寸 我猜是 頸鏈 H H 那個頸鏈 要是 像pop H 那個頸鏈 要是 耳環 應該是這兩樣東西才會 這麼小的 箱子 我們一起開 嘩 它上面還有一堆東西 那裡是轉場 Oh my goodness 不知道是不是年尾 那個 都在這裡裝修 我們沒有那個luxury of living in our own house 因為如果外國 以前 在英國的時候 我是住一間獨立的屋 那你基本上 不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現在 我在澳門 我們住apartment 經常都會 樓上樓下 左邊 右邊 前邊 wherever 就裝修 或者 製造一些 噪音 Oh OK Oh nice 我朋友送了這對耳環 我好像 好像有見過 但是我 自己不是太留意 的一對耳環 但其實也很漂亮 你不要說 它上面這個位置 就是白色 然後下面呢 就是銀色 一個H Oh it does look pretty 我覺得很漂亮 很漂亮 先看看後面 很漂亮 非常容易搭配的一對耳環 其實我現在 這樣也搭配到 Oh not bad 蛤 它呢 挺有心思的 我還想著如果它是送耳環 都是送最經典的 Hpop 因為大部分人 都只是認識那個Hpop 誰知道它OK 因為它也是一個 orange box 的粉絲 它也挺update 它們的款式 我有見過 但是我真的印象 不是說十分之深 不是很深印象 這個是什麼時候出口 Not quite sure 應該是新款 But yeah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很漂亮 我現在收到一對耳環 經常都可以戴到它 你午飯 出去吃飯也可以 或者去買菜的時候 都可以戴它 真的嗎 你穿著T-Shirt 牛仔褲 其實都可以搭配它 對 這不是開玩笑的 什麼場合都可以搭配 因為它可以很隨便 也可以比較斯文 看看你怎麼去搭配 Thank you so much 一份Hermes的present 給你們的unbox 好 第二件事了 我去Hermes的時候 就看到這個 So cute 超級美的一個twilly 它是一個twilly 那些顏色 我給大家看 是非常之neutral 如果你們都有接觸Hermes的twilly 你也有買過他們的twilly 你們會知道 大部份他們的twilly 都是非常之sharp的 很colorful的 桃紅色 紅色 橙色 藍色 綠色 全部都是很鮮艷很vibrant的顏色 但是我就怕了 這一條 這一條 非常之neutral 很低調的一條twilly 其實我是獲了兩條 對了 我是獲了兩條 但是第二條是綁在我Burken 那裡已經 因為實在太漂亮了 所以我獲了兩條 我有可能呢 為什麼呢 因為接下來是Christmas 我也是在糾結 我去年做了一個Give away的video 因為聖誕的時候 我很喜歡 去Give back something to you guys 多謝你們 整個年來的支持我 所以我看一下 如果今年 我也做一個Give away的video 有可能我會送一條出去 因為我買了兩條 但是我覺得一條都夠了 對 因為我很少量 Burken的瓶 我兩邊都夠綁 我覺得這一條是非常之特別 而且它的顏色 是很neutral 是你配搭基本上 任何顏色的Burken都可以 你配搭黑色的Burken都可以 啡色的Burken都可以 知道不一定Burken any bag 我講完顏色 紅色也可以 我現在黃色也可以 綠色也可以 完全 什麼顏色也可以 是非常之 neutral的一條twilly 它也是 全部都是100%紫色 紫色 它有些紋得很漂亮 還有一個carriage 這個carriage的parton 非常好 下面也寫著Hermes Paris 非常漂亮 這些顏色真的是極級不配 因為它之前那些 我也很多一條 哇 又桃紅色 又黃色 又紅色 又 是很漂亮的 顏色很sharp 有一條好像桃紅色 黑色 黑色深液 黑色深液 都很漂亮 但不是全部 Burken 全部袋服都可以配搭 我很熱 因為 我開了冷氣 冷氣是開著了 但我不知為何 我很熱 我先看看 我先調低一點 Please bear with me 哇 OK 調低了 溫度 因為真的 出汗 不知是否我這一邊 我家裡也很猛太陽 所以太陽一出來 今天早上就很涼 今天早上是很hazy 天氣 又沒有太陽 但現在太陽就不出來 所以大家應該開始看到我 有陰陽點 就OK 好了 Next 我不拿那個袋子 我只是拿裡面一樣東西 先看看 很漂亮 OK 大家猜不猜到是怎樣 拿開 你看 又是非常漂亮的一件東西 我給大家看看 這個其實是為聖誕 我聖誕的時候就會用它 就是一條90cm乘90cm的絲巾 Oh my goodness Come on 大家告訴我 是不是真的很漂亮 是真的很貴 很漂亮 也很配合我後面的 orange boxes orange bags 它是 我看到的時候 我不是跟你們說 所以我完全 Oh this is perfect 因為我在這裡 叫我的 essay 幫我找一些 比較 Christmasy 感覺的 Scarf 因為 我其實不是用來綁在我自己那裡 我是用來掛在我的房間 一進門口 一進門口 一進房間門口 我不是有一個大的frame 我將會frame 這個 我去年一直都在用我之前那條 大家都有見過 現在我就打算 拿這條去frame for Christmas 換一換 不要去年來看完 因為他們完全是一個talking piece 所有朋友 基本上 他們一來的時候 一看到 就會站在那裡研究 在那裡說 在那裡說 因為那個也挺漂亮的 那個是 Maison d'Hermes 是Hermes的家 即是翻譯在Hermes的家 他就有很多不同的位置 做著不同的事情 所以我的客人一來到的時候 都會很喜歡說 那條絲巾 那這個 我覺得也是一個talking piece 因為他也真的很漂亮 那這個呢 Maison d'Hermes Maison d'Hermes 是一個theater的樣子 非常漂亮 遲些我frame完之後 我再show給大家看 但它的顏色 又是很漂亮 我自己很喜歡 它有些綠色 有些橙色 有些紅色 有些紅色 我覺得是很有聖誕的感覺 因為如果真的常用一條 很聖誕的Scarf 我想不是十分容易 因為Hermes 我經常會出這些 這些款式 還有這些顏色的絲巾 但是這個 我覺得已經 good enough good enough 真的很漂亮 它有斑馬 有獅子 有鳥仔 有魚 有老虎 我會有小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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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一條 我有小型的 這條 我會有小型的 你會有小型的 好嗎 很漂亮 最後我等了兩年 seriously 是等了兩年 的 cushions 我還有看過Avalon throw blanket 到現在還沒有 因為我打算 match 他們 那我就得了 這個超級美 Oh my god so soft 很 soft 的cushion 這四個 哪邊呢 都是寫著H 一個H字 就是它最classic 最經典的 cushion的款式 顏色我之前 久不見了很久 我去年還是前年 Hermes wishlist 我的Hermes wishlist 上年還是前年 已經是 對 有這個 上年 我前年 剛剛才開始 回到Youtube 對 上年 都有提及過 這個cushion 但是那時候 我好像想要橙色 但是我想了很久很久 都是覺得 這個 顏色會比較 classic 一些 比較classic 一些 或者 遲些如果我家裡的 decorations 顏色 轉換的話 因為現在暫時的 椅子 很多decorations 都是有橙色的 都是橙色 啡色 但是 你永遠都知道 或者是我下年 或者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我轉顏色 這個我都不用怕 搭不到 因為如果買了橙色的話 有可能 有可能 是會搭不到 所以 黑色就很穩陣 啡色我都很喜歡 其實 啡色 灰色 但是眼色 我都很喜歡 但是最後 我就選了 我選了 Youtube Youtube OK 然後 全部掉了 Alright 放在這裡 這個也是一樣 一個也是 一模一樣的 比方說 我買了兩個 這邊一個 另一邊 第二個 這樣放 都是 但它的質感 是非常之好 真的是一個 Lifetime 的 Cushion 我相信 如果你當然 不是說 spill了一些 紅酒 或者小什麼 什麼 咖哩 這樣 上去 如果不是的話 其實 是一個 Lifetime 的Cushion 可以用到 很多 很多 很多年 都是一樣的 它很 很 很 柔軟 我真的完全 cannot wait 我冬天的時候 下個月 一直喝著杯 熱朱古力 一直抱著它 去看 Netflix Oh That would be so wonderful 但我那個 Abalone 那個 Roe Blanket 那張箭呢 我是 不知道什麼時候 才會到 應該又要等多 兩年 但是 對 很開心 這個 這裡 好 最後 最後 今天 沒有了 最後 就要和大家 unbox 這個 很浪費 這個 這個 是 The B.S. The Resistor 所以 你們都準備好了嗎 好了 讓我開 你們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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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這個 還沒看過 給你們 操作 大家 抱不抱 是什麼東西 呢 上個盒盒 這個 所以 我 的 左 好 很厲害 這個 Mini Kelly 很漂亮 真的要 看看 這個 這個呢,是Cray,是嗎? Cray,不是嗎? Yes, Cray Calimini 2 Mini 那它呢,皮質呢 就是Epsom皮 Gosh, this is so beautiful 雖然我很怕弄髒它 但是,應該可以的 唉,唉 對了,這個就是我今天最後的 和大家unbox的一個item 就是這個Mini Kelly 那我之前呢 大家都知道我有一個黑色 那我其實都很想要一個白色 或者啡色,一些淺顏色 粉紅色我都很想要的 但是就要等下吧 這個呢,就是 Still so beautiful 亦都是我其中一個最喜歡的顏色 那它呢 on camera 或者你們會覺得很白 但是其實呢 它不是真的十分十分白的一隻顏色 它是Cray 它是有些 帶一點點 啡啡灰灰的格式 它不是完全純白色 多一個顏色 那裡面呢 Oh my god, that's so beautiful Wow 哇 這裡寫著 Hermes Paris made in France 然後裡面 裡面那個leather So soft, so beautiful 超級 luxurious 好像我黑色那個 一樣這麼 luxurious 然後這裡 然後這裡 還有條帶 Oh my god, that's so nice 啊 這裡寫著Hermes Paris made in France Oh wow 哇 他們的造工真的很好 真的沒得頂 我們先跟他們說一下 想立刻背 嘩 嘩 嘩 生氣了 先看看 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那些花椅 超級漂亮 OK Alright Look at this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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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 不知道多久才可以 得到一個 嗯 我很想要其他顏色 但這個顏色 都非常漂亮 而且 又是很百搭 很容易搭 亦都是我的顏色 very me 在這裡 大家欣賞一下 So nice, right? OK 那我今天的影片呢 就到此為止啦 在這裡結束啦 希望大家喜歡 Enjoy我今天這條影片 我們下星期再見 那如果你們還沒訂閱我的頻道 又喜歡看這一類型的影片 就記得訂閱 按旁邊的鈴鈴 那我每次上載影片的時候 大家都不會錯過 我們下星期再見 Bye